提到脑梗,可能很多人想到的都是中老年人,脑梗确实是高发于老年人,但并不是说,年轻人就不会中招,尤其是近几年,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摊上了脑梗,脑梗色属于一种脑虚管病,对健康的危害比较大,甚至会导致瘫痪,处刺等严重情况。 脑梗症状,脑梗发生前,身体会给你四个暗示,暗示一,头晕头痛,当在一段时间内出现头晕眼光,头痛剧烈的情况,这些是缺血性脑梗色的前兆,如果伴随出现恶心呕吐,这可能是缺血性脑梗儿的前兆。 暗示二,疲倦,哈欠连天,精神维米,哈欠连天,疲倦,正是中枢神经缺氧出现的反应,进步动脑可能已经出现阻塞,使脑部氧气,无法正常供应,这也是脑梗出现的一大征兆。 暗示三,事物不清,突然发现看事物不清,视野缺损,无法准确地看清事物加以辨别,但休息片刻后实力恢复正常,能清楚地看到周边的事物,这是脑梗色感,暗示信号,因几小预防疾病发作。 暗示四,活动不变,人的肢体运动都是受大脑控制,当身体的一侧或全身出现麻木,四肢无力,手握重物也突然脱落,身体活动也变得僵硬不灵活,这也是脑梗的先兆,暗示这脑梗已经离你不远了。 如何预防脑梗,每天煮二食物吃,鼻吹脑梗,这两种食物说来,可能很多人都认识,它们就是鸡松绒,卤笋,族有血管筋道夫之称,鸡松绒含有丰富的核酸,鸭油酸,卤笋含有丰富的卤丁,这些有效成分,可以清除血液垃圾,降低低密度质大白坏胆固醇,防止血液致质和胆固醇,在血管内必堆积, 病促进血管必再生,减换血管老化,硬化,进而预防脑梗等吸脑血管疾病,这里推荐一个以鸡松绒,鲁松绒乳乳食材的食疗方,鸡松绒乳笋液,方子鸡松绒乳笋液,也用金贵药略专门疏输血管的方子,发展至今有所增杀,具体式,取干鸡松绒20克,新鲜芦笋25克,枸杞15克,大豆10克,加食量水, 熬煮一到两小时,然后取之夜用,一天二到三次,每天坚持夜用,可以帮助清除血液垃圾,疏通血管,如果觉得每天熬煮太麻烦,市面上也有现成品,鸡松绒乳笋液现成品是提取,鸡松绒乳笋,枸杞子,大豆中的有效物质, 和益生菌发酱成的食物质,和熬煮相比,成分中加入了益生菌,植物药还进益生菌发酱后,大分子成分转化成小分子成分,吸收利用率更高,见效更换,况且还兵器了繁琐的熬煮过程, 因此更加现代人的青睐,不单是脑梗,关心病,猝死,闹溢血,这些都跟动脉硬化,血管堵塞有关,而且在初期人体并没有任何感觉,所以,不管有没有脑梗的纤兆症状,平时都要注意养血管,不给脑梗可乘之机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